大家好,老陈今天讲一个瞎子的完美复仇 男主罗汉是个瞎子 凭听觉帮男孩修好了自行车 但是男主是个真瞎子 本以为这辈子孤单 相亲遇到了苏丽雅 苏丽雅独立、自信、有稳定的工作 两人拜了巷头绳 跳了瞎子交易舞 插出了爱的火花 一摸钟情 男主带着苏去看婚房 小渣打电话差点掉进了电梯警 幸亏男主拉住 两个人幻想幸福的夫妻生活 在海边给苏戴上了戒指求婚 好友小渣上了安全工具 兄弟加油吧 洞房花主夜 两夫妻相亲相爱的场面 就这样掠过 哨而不已 男主去配音 配得又快又好 那是超凡口气 晚上两夫妻下馆子 男主送给妻子一只手表 妻子有两个手表了 一个代表时间 一个代表爱 回家男主闻到好色男和大胡子的味道 好色男嫉妒 瞎子娶了这么漂亮的女瞎子 男主激动中打了好色男一下 大叫邻居帮忙 好色男和大胡子不见了 电话里昏房延迟交付 悲剧就发生了 这天好色男和大胡子闯入家里 将女主给闷翻了 两个混蛋轮番干了想干的事情 男主回家才知道 妻子被绑在床上轮间了 楚警长抓了好色男和大胡子 但是过程没有声音 靠的是女主的嗅觉 需要法医鉴定 路上两夫妻的车被拦截 随后被关起来警告 关24小时才放了你们 挣扎和反抗都很绝望 男主闻到了油脂的味道 24小时后 两人被扔到了海水里 再去医院 时间过了30个小时 全身湿透 证据被洗霉了 警局里警察警告 不要诬陷好色男 他要参加竞选 诬陷要坐牢的 妻子觉得不是清白之声 不喜欢就分手吧 男主沉浸在悲痛中 第二天男主配音 无法集中精神 一团糟 17点男主回家向妻子道歉 妻子已经上吊自杀了 一切都完了 葬礼结束 男主傻傻的呆着 吃不下饭 市政大人雷奥来了 是好色男的哥哥 拜祭了男主的妻子 弟弟只用了个二手货 你也没啥损失 不要找媒体 否则你懂的 你妻子也正怪 为什么要等第二次性侵后自杀 这让男主深深的震惊 在床下摸到一块手卷 还有一个本子 上面有妻子的遗言 本来希望时间冲淡一切 恢复到从前 又发生了性侵 两个混蛋还要经常来 为了不让男主痛苦 妻子就自杀了 把手表烧掉 埋掉一个我爱你 男主告诉处警长 二次性侵 警察不帮忙 会自己解决这一切 你能听见 看见 明白这一切 但你无法解释这一切 好色男和 大胡子又来老地方喝酒 男主躲在后面 录音了谈话内容 又去录音雷奥的竞选演讲 凭借超凡口气 男主伪装了雷奥的声音 将大胡子抓起来 隔离好色男 又装成好色男的声音 电话调戏了 大胡子的妹妹娜娜 惹得白帽爸不爽了 好色男正忙着竞选 分发传单 白帽爸揍了好色男 敢调戏我女儿 整个社区的人都听到了 男主又装好色男的声音 约娜娜 又装成娜娜的声音 给好色男 不要生气了 当面向你盗窃 男主又装成 市政法人雷奥的声音 给白帽爸 你儿子花我弟弟的钱 你女儿娜娜诱好色男 不信你自己去看 好色男见到娜娜 奇怪我干嘛要道歉 白帽爸拿刀出现了 敢调戏我女儿 一番冲动 好色男持刀反捅了白帽爸 白帽爸从上面掉下来 重伤进了医院 雷奥大怒 让楚警长把案撤了 钱不会少你的 早来大胡子 把案去撤了 医药费补偿费放心吧 把好色男送回老家 避风头 男主扮成好色男的声音 约大胡子老地方见 男主转过身 熄灭了所有灯 在黑暗中 男主听声变味 用铁球砸大胡子 大胡子避开碎屑 去开了灯 然后不断地用酒瓶砸男主 男主根据声音冲了过去 掐住了胡子男 狠狠地走 拉到围栏 套住了他脖子 扔下去上吊 死了 留下一块手卷 这手卷是好色男的 雷奥说好色男昨天在老家 楚警长要求证据 两个人不欢而散 金表埋入大胡子的坟墓里 男主又伪装警察的声音 约浩瑟男来仓库 就是曾经两夫妻 关禁闭的仓库 浩瑟男进来 男主一棍打在他头盔上 浩瑟男掐住了男主 男主被打得满地爬 又一棍打翻了 浩瑟男喜欢玩游戏 把棍子给了男主 脱掉了鞋子 从后面偷袭 男主转身一棍 助晕了浩瑟男 将浩瑟男绑了起来 你的臭袜子太臭了 把手表绑在浩瑟男身上 用白帽爸的声音 给雷奥电话引来了雷奥 将蜡烛放在门口 让油流的满地都是 雷奥开车来了 一脚踢开门 仓库发生了爆炸 男主潇洒地离开了 等警察来了 雷奥认定是白帽爸干的 但是白帽爸还在医院里呢 楚警长知道是男主干的 但是没有证据 男主回家清洗了伤口 男孩让男主用爸的声音请假 楚警长发现了男主口气的秘密 追查男主 后色男和胡子男的通话记录 男主被警察盯上了 无法出门 小渣带家人出去 警察检查了小渣的家人 一团雾气飞过 男主带着男孩骑车冲了出去 楚警长去见雷奥 将凶手的名字卖了个好价钱 男主打了个电话 约雷奥来了结这一切 未完工的大楼 本来是两夫妻的婚房 保镖冲向男主 男主引他掉入电梯井 摔成了肉柄 雷奥拔枪射击 男主避开了 雷奥四处寻找 不小心踢到了地上的东西 男主启动机关 雷奥被压在废墟中 男主拿铁球 被雷奥一枪顶住 雷奥不会让男主死得痛快 把男主打得满地爬 男主抓起钉子 扎了雷奥的手 摸到地上的枪 但是看不见 一番搏斗引到屋子边上 男主挂上锁套 拉着雷奥跳了下去 雷奥是被杀的 看起来像是弟弟死了 悲伤过度自杀 楚警长去电话亭问 这个人是不是来这里打过电话 老汉是个盲人 看不见 无法作为证据 你能听见 看见明白这一切 但你无法解释这一切 瞎子的完美世界 男主将七只骨灰 洒入大海 报了大仇 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的特长 将来必有大用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 订阅点赞 谢谢